遇到J-Team的話 在他們打穿我中上野之前 我要把他下路打穿 不然應該是很難贏 Leave吧 我覺得他貢獻了很多 因為他拿的資源其實很少 他做很多事 我要感謝J-Team 不然我現在應該是在J-Team當替補 我就沒有機會發光發熱 所以我們就要感謝J-Team 給我一個機會表現自己 我覺得全身的關鍵的話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版本 然後再來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夏季大家都比春季磨得更久更加認真 所以配合比較好 然後才有機會全身這樣做 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們要小心電力 原本預計是會很開心什麼的 但真實出國之後很像覺得就 就感覺努力了這麼久 感覺也是應該差不多 要可以出過大家看比賽的這樣子 好 好 好 跳舞 倒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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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戰前面 2秒 都是在追著凱撒而已 他現在對凱撒的速度攻擊中有蠻大的疑問 2等 出來直接看一下 最大的問題在於他的鐘上 佳文HQ剛好串到 這個好像死龍 Fovo也不交閃了 回身趕緊砍個幾刀 但已經被拿下了手殺 這個GENG對於HQ來說非常難得 因為他的上中 兩隻英雄都沒有硬是硬是硬 要搭配佳文其實很難 但Fovo好死不死 把兵券推完 想要去插野的瞬間 Alex已經在草叢等他了 這是慘無人道的殺法 HQ的話則是不斷的推進這雙人組最長 你這個血量有點低 有機會殺普攻閃現破甲線 差而沒有閃現 是對手閃現 他破甲線就逼了一個小屁的閃 後續九龍過來 想要嘗試撞 Tanky不斷再擋在閃現 會覺得HANA目標還是挖口 船長大絕現在想要做保護 但這效果並沒有很好 想要嘗試換頭的伊莎拉 想去舔一下可娃拉 不過可娃拉游泳直接回血 舔一下的伊莎拉並沒有舔到 這一招的下路擊殺成功拿到 要不然感覺是殺不到的 感覺HQ是想拚殺耶 就是 閃現直接R跟上洛子庫 HANA身上被膠了點燃 沒有好的機會 Apex solo kill 看可娃拉游泳大絕 就是騙到一個人頭 不然正常來說 應該是不會有人這樣壓吧 對 這個已經是在扛塔要壓 結局瘋狂 為了扛這個塔 你已經把吞用掉了 所以給HANA一個很輕鬆的機會 就是我知道你沒吞了 所以我只要頂到法洛斯的話 這個人頭是可以很輕鬆拿下來 這算是HQ一個比較大膽的嘗試 所導致的後果 但後面也是抓到了一個HANA 用過閃現的這個時機點 Apex剛從家裡出來 所以這一天的視角 是沒有他的任何資訊的 就直接判斷到一個龍池下來之後 直接把HANA收掉了 直播小抓好 但Apex好像沒有失去後續的機會 千里長生 對 一路就是指督這顆頭 看到了一個五等球 從閃現過去就直接拿了 而且很果斷 就是一看到就是馬上閃現啊 就是也都沒有 鞋軌現在感覺已經有一個推兵線的能力了 來開遊 看一下Q進了能不能中 一個串 有點用猜測的方式 畢竟對手是隱形的嘛 沒有 怨者上攻 對 上路會 這個節奏性的話 現在由JT開始要抓走出來的HANA 就只是走出來 因為右邊位置抓得不到 其實是在遠方的以色拉 一個雲選四人夾擊 一個殘除直接倒下 跑不過別人 出來的時候 直接被抓 這是聲東擊西 以為是阿卡利 所有的目標都在看著後面的以色拉 他太胖了 很難扭你知道嗎 想來嘗試一下 又是再次人差一狗 勾到一技能要跑 但這次成為目標的反而是KORALA EQ閃現跟著走多多連鎖 野嬌下KORALA想要跑 已經成為了倒下的人員 後續是血鬼 在這邊後面 這個阿卡利進來 直接殺 差點殺掉 想要退場ABEX被迷無血列掛到 加了閃現過牆 並沒有死嗎 ABEX還在跑 但只是閃現過去的RAT 爆死了一個APEX 前方為做保護的以色拉 交出驚人 一個毒蛇非常的長 但起來的瞬間 成為了RAT 第一頓層人頭 進場的地步 這後續收掉了一個RAT 看一下人頭的一個分布 先看前面這波反彈 這裡打起來雖然是有成功空洞 但我覺得KORALA 他並沒有判斷到自己隊友的位置 就是這個時間點 其實HANA算是在牽制 左邊的敵方隊員 所以導致自己的位置有點差 你就算是個派克 在古靈 你還是會被懲罰到的 但重點是RAT TP的這個位置太完美了 他這個TP下來 雖然他還沒有成型 但他就是成功限制了HQ 四名隊友一定得打他 讓自己的隊友 先好好處理掉這個阿卡利 那後續的處理 這個攤桿機 算是要讓頭給小屁 但關鍵是 後面這個破甲箭 拉得非常漂亮 然後包括ZEF的這個傷害 他這個傷害應該是 他被 好像吃橘子殺人 然後一直拖你的時間 就是繼續跟你擄消 那擄到後面的話 只要VOLFO跟小屁 先把對方的阿卡利 跟衝線來的佳玟收掉的話 後面挖扣也不能玩 在下方位置 KORALA又串了一手 HQ就有解了 但現階段 你真的碰團的話 是會爆開的 包雄直接炸 把坦桿機給炸了出去 哇這個塔殺 是殺最慘的坦桿機 幾多連鎖反身留住 被留住RES的後面派克 直接串燒 所有人都往右邊走 法洛斯倒下後 沒有了輸出 只能看一下阿卡利 有沒有機會 艾培斯上來 嘗試點燃EQ串燒 再把謝偉給帶走 後續嘗試的目標是小B 但被E閃的HANA給阻止 加維的EQ 被凱桑給走位 走掉 右邊位置 KORALA再一個串 差點是把坦桿機給串走 不過左邊位置 加維已經倒下 這一艇在這一步的團戰 開始大開殺界了 這一艇 估計也是拿得到 三條龍 要開始再勾沒勾上岸 伊斯拉很怕 想排人右邊位置 先回進場 大絕直接炸在臉上 球場幫我球場再一炸 大絕 不過坦桿機趕緊救援 在連頭馬路這一擊走 離一個汪洋死運 挖口又再度的倒下 而且連伊斯拉也都沒有 塔前只有一個狀態的APEX 但後面已經竄起來了 哇 推不到一座塔 對這不過就是看到了 都知道你的位置 這個時候已經看到了 就給傻大 法洛斯根本不能玩 他從頭到尾不能點人 那這個大絕 也是丟得非常準確 再來就是這個勾 連人帶 連人帶車直接勾了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波雖然挖口交閃了 交閃通常可以躲掉派克大絕 但這一波就是剛好那個角度 中了派克這波 有繼續後面的斬殺能力 所以就算血鬼爆發打完了 這一天的傷害依然很高 其他人真的也完全頂不住 中路的二塔 在吸血鬼的面前 HQ500 一個回來了 又是直接串 四股串差X 蓋了一個大之後 只能趕緊用EQ逃命 串帳也交了一個大 限制住了HANA 殘血但HQ沒有人敢繼續追擊 泰克AD撐高的時候有時候 他的斬殺線是AD的半條件 哇哇哇哇哇哇 這一波要被抓了 握過來了 爆了一個桶子加速 但三個人的包夾 會飛的 會遁地的 哇 全部人都到了 泰克一想救 成功吞毀了DIF 活了下來 阿卡利在前面也用R2 趕緊撤退Apex 準備撤退 後面再一勾 以色拉底交閃 這感覺救不了人啊 下路的這個塔 拿掉 輕鬆 HQ的人員無法守備 他打的是真的兇 現在HQ也沒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來幫忙守這個邊線 哇 你真的要抓你 有沒有 沒有東西可以吃啊 吸血鬼準備要跑 打出了一個相位衝擊 跑得有夠快 吸回到滿血沒有CC可以留人 凡是Apex還被打殘 然後打出來就好 DIF要單挑 直到這邊沒打一個桶子 沒爆到 打桶子的加速 DIF閃現過去 逼出驚人雙方的正面對決進入場所 不過草叢裡面有眼睛閃現 再躲在桶子 一個爆 吃了橘子的DIF被小P 一個維歐一個QG彈 打不E-RECT 哇 真的不行 那個裝備差太多 DIF已經打得很極限 左邊位置團戰眼睛開起來 不過又是一個自骨穿在 他已經被留出來 挖過九頭 左邊的HANA 炸了一個機會 挖口只能交閃過牆 EQ串的AX連 只能往左邊逃命 此時TP到場 是一個補回裝的吸血鬼 它是無敵的存在 看著人就是開 吃得快 三條地龍的加成 對 它寧可賭一波 血鬼還沒回去補血帽的這段時間 對 沒有大溫 有這個抓 阿卡列只能用RG的塔面帶 九種的閃度 直接抓不掉了 哇這傷害高的誇張 EPEX直接沒有 沒有任何寶兵的機會 之後高地要掉落 沒有可能會直接GG喔 因為血鬼這波有大 法洛斯沒閃 船長又被穿到 直接撒 直接臉上撒 就是看法洛斯 摩迪斯深淵加死型宣告 是很針對的 就是一定要打贏RES的這個點 但RES真的前面太肥了 這也不想跳出來阿 他真的想跳出來 他非常努力 但其實這兩邊是兩個上路對秀耶 這裡RES用一個閃線 躲掉對方的這個爆桶 躲掉 爆桶 瞬間躲掉 然後反正吸了一口 但吸完這口之後 滿血Q 對 滿血Q 再一個爆 沒辦法了 真的太肥了 對 持續的傷害 血鬼得勝 那這裡打起來 這裡打起來就是 應該是要去探巴龍 那就像剛剛提的 你在盲視野的情況去探巴龍 會被對方直接切牌 然後再來是 HANA這個大絕 是直接活生生把WAKO 這個唯一HQ最大的傷害 直接把他炸 你可以倒了 好了 好了 好了啦 好了 下落 他這一套可能打不止橋筆 對 血鬼進來的位置有點無敵喔 爆球賽搭配了一個血之溫 一響進場的Rate 順勢的嚇走了對面 而且這大絕的回血量搭配凱莎 進來了 所有人都殺到後排 這有如刺客般的團戰 派克一個一個奪 奪回到家中的家文 是是 Alex沒有任何機會 這一隊 這一隊一波非常快速的進攻 將近S的團戰 阿卡利最終只能且戰且退 退到自己家中外面 但比賽已經要告終一波的S 這一隊將這場比賽給追了回來 1比1 5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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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3 7比3 6比4 5比4 7比4 6比4 6比4 你今天看起來這麼累啊 不好意思 因為凌晨五點從台北開車下來 為什麼是凌晨五點 因為你不是一點多就關台了嗎 沒有 就睡不著啊 睡不著 因為我怕我會遲到 你怕睡過頭一下就睡過頭 台北人的悲哀 那為什麼要選擇開車不搭高鐵啊 因為高雄沒有市長 不是啦 不是啦 有啦 不是啦 因為 你們快樂 你們叫嗎 我們叫煞車 你叫煞車 廁馬 起床 一直燒 你叫煞車 爬氣 你叫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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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